那么之前呢我们讲了的三个命令 这三个命令呢 都可以在我们本地去执行 那么以后说 如果说我不想在本地执行 可不可以呢 可以 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可以收藏着 挺好的啊 叫TOOL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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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呢一堆命令 一堆命令啊 有好多我们可以去用的这些命令 具体看有哪些Map.asps 有很多的相关的操作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呢 试的这个屏是吧 来找一下屏检测 输入3w.百度.com 它有个好处 它在屏的时候呢 能够发动全国各地的服务器帮我们去评 你看 它先发一个西安的服务器去评 评百度 结果得到响应的IP是180 再发动浙江湖州的一个服务器去评 评到的结果是115 然后贵州的服务器去评 180 就是各地的服务器都去评 评之后呢 由于地区不一样 所以得到响应速度肯定也不一样 各种各样的 但是返回这个IP基本上都是百度公司的 评的时候呢 速度不错的 都是绿色 当然又断的 也有断的 那么这个是在线的一个评工具 比较方便的 比较方便 和我们本地相比的话 我们本地呢 只能是从北京开始评 那它这个工具呢 全国各地评 能够检测你在全国各地的一个速度情况 以后的话也可以去多去用一下 所以是这个工具 那么除了这个工具呢 还有这个路由跟踪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transroot这个命令 那比如说3w 那么输这个114吧 114去评 下面开始加载数据了 稍等一会儿 这个测试这个数据还是需要时间的 等一会儿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的话 它是走这个广州去做测试的 我们发动的是广州的一个深圳服务器 测的时候呢 那先在广州 然后广州呢 找到本地网络 又是本地网络 本地网络 广州移动 到广州东莞 中间为之 再找到广州省 广州市啊 广州市 然后再到广州市 最后呢 找到这个114 地点不一样 得出这个结果肯定也不一样 那么这里面看看有没有北京呢 我们站在北京来找看看 北京 哎 有 北京 中关村 然后局域网 本地网络 到跑网吧去了 才走网吧走一遍啊 然后走北京澎湃市 再到澎湃市 最后呢 到江苏南京 估计跟网吧 用到同一个外网IP吧 应该是 可能是啊 那这个工具的话 看到这个效果 要比我们命令行的效果 要更加好一点啊 类似的这个网络工具 这里面还有很多 比如说网速对比啊 还有其他的 挺多的 还有跟这个 SU相关的 跟IP地址相关的 多的是 所以这个工具的话 大家可以留着吧 我是建议大家留着 在线工具的一个网址 都就这里面找找 那第四个命令呢 叫ARP ARP呢 先解释一下这个ARP 含义啊 咱先不讲命令 先讲含义 ARP呢 不像前面的几个命令 好讲含义 好理解 ARP呢 它全称的叫地址解析协议 即 Adress 是根据 作用的干嘛 是根据IP地址 获取物理地址的一个协议 那么物理地址 什么物理地址 物理地址就是 Mac地址 就是Mac地址 下面呢 有图 图单看一下啊 咱现在呢 有这几个计算机 A计算机 B XYZ 一共是五台计算机 那五台计算机呢 它在一条线上 这是一个什么 什么布局啊 叫总线型 那么A呢 现在要开始发这个数据包了 假设它的Mac地址是 000这个Mac地址 它要发数据包了 那它在发之前呢 它先要去发一个广播 它发个广播 发广播干嘛呢 要找到 接收这个数据包的 计算机的物理地址 那它怎么找 它先发了啊 在这条线上发信求 发ARP请求 他说这个请求里面 大概是什么含义 我是209.0.0.5 硬件地址是这个地址 我想知道谁的主机 我想知道主机这个209.0.0.6 它的硬件地址是多少 就是每个服务器 都会去受到这个 这么一个请求 那么当这个请求呢 发给X的时候 X假设不是 那X就告诉他啊 我不是这个主机 告诉发给Y Y呢 假设也不是 那Y也告诉他啊 我也不是这个主机 发给X 发给这个Z Z告诉他啊 我也不是这个主机 那这个时候发给B了啊 B就说了 我是你要找到 209.0.0.0.6 我的硬件地址是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把硬件地址 返回给A 那这个时候A是不是就知道 它的Mac地址了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包 通过Mac地址发给指定的这个B计算机 啊 ARP就是这么个作用 是根据IP地址来获取Mac地址的这么一个协议 啊 这个图能看明白吗 能不能 能吧 啊 咱们在这个攻击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攻击叫ARP攻击 叫ARP攻击 ARP攻击是干嘛的呢 咱这个地方不是发给这么多计算机 问他是不是这个 6这个主机吗 ARP攻击呢 就是假设他发给X X明明不是 结果X说 我就是06这个主机 对就是ARP欺骗嘛 ARP攻击就是ARP欺骗 然后发给Y Y说我也是06这个主机 然后发给Z 我也是 结果B也是 问题来了 发给谁 就不知道发给谁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出问题了 这种攻击就称之为叫ARP欺骗 或者ARP攻击 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正常情况下的话 那其实应该在这里面只有一个 这么一个主机 因为IP分给电脑的时候 分配给一个内网的时候 只能出现一次 Mac地址只有一个 所以的话 应该正常情况下 就有一个主机响应 那也有情况是 没有这个IP 比如说 本身我这个IP是90 结果呢 我把网线拔了 把网线拔了 是不是原先有 现在没有了 那没有的话 怎么办呢 那就是后面的文字描述了 这个文字呢 就是把上面这个图呢 给缩了一遍 当一个主机 发生数据的时候呢 它首先需要看 我们本地的缓存 也就是说 它不是每一次前 就都去直接发广播的 先看看本地有没有缓存 那如果说本地里面呢 没有目标的这个Mac地址缓存的话 如果没有 它就会往上走 那如果有呢 就直接用 如果没有呢 ARP呢 就会发送一个广播包 广播包呢 就是要求去查询 目标IP地址 对应的Mac地址 也就是我们上面这个图 黄色这个图 所表达的含义 ARP发请求 那么发送请求之后 拥有该IP的主机 接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它会做出响应 也就是下面这个图 会接受这个响应 响应呢 回应中呢 包含了目标主机的Mac地址 也就是说 应件地址是多少多少多少 给它返回回去 这样呢 发送方就能知道 目标主机的一个Mac地址了 就是A已经知道了 那么如果说目标主机地址 不在本地的局域网里面 这个子网 我们就可以称呼叫局域网 不在本地的局域网里面 这ARP解析到的Mac地址 默认是网关的地址 也就是路由器的地址 会默认发给路由器 至于路由器发给谁 那我们就不管了 路由器发给谁路由器 那就路由器的事了 那这边呢 就是这张图的一个文字做明 它的含义 就是先去发一个数据包 先找一下 找不找 OK 那就发给路由器 如果找到了 那就发给谁 这是它的含义 那么ARP呢 它有一个常用的面量 就是ARP-A ARP-A 干嘛的呢 就是查询我们本地的那个缓存表 缓存表 本地的缓存表 作用是查看我们的本地缓存Mac表 好 走一下 看这边 ARP-A 它缓存了一个 缓存了一个192.168.21.1 192.168.21.1 就是我这个Windows的本机 因为这个本机的它的Mac地址呢 在这 21.1应该是我们的VMnet VMnet碰哪去了 在这 是这个吧 那么Mac地址是0008吧 008 先等一下 0008 对不对 对吧 因为呢 当我们这个Ninux 它要和我Windows进行通信的时候呢 它就需要去翻个ARP广播了 那么ARP广播 好 那么Windows给它响应 我的这个Mac地址呢 是这个Mac地址 那这个时候呢 它因为得到响应了 它为了防止下一次再去重复的发这个包 它先把这个地址呢 在我们本地给它缓存了一下 在我们本地给它缓存了一下 那么缓存的这个信息呢 就存在这个缓存里面 查看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ARP-A 就可以查看了 这个是Ninux讲 由于我们Ninux本身呢 这里面 没有和其他主机进行相互通信 只和我们Windows进行相互通信 所以这个表里面就是一个 没有其他的 就这一个没有其他的啊 这是这块 当然这个记录能不能删掉呢 这个记录能删掉 能删掉是可以删掉的啊 这是查看 那么删除的指令呢 对啊 删除的指令是-D 叫ARP-D 空格 加上主机地址 这个就表示 删除指定的一个缓存记录 那么也可以试一下吧 ARP-D 主机地址 192.168.21.1 东西 没事 还是不允许是吧 这是那个什么 Test啊 切换过来忘了啊 ARP-D 192.168.21.1 走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ARP-A 再删一次 清不掉 为什么清不掉 其实是清掉了 因为我们Windows 是不是和Nitrix 做了一个远程连接啊 那么在远程连接的时候 是不是要交互通信啊 你把它删了之后 它又要通信 它说又要发广播了呀 它又找到了 找到又给你加进去了 所以你看不到效果啊 你看不到效果 你删了之后 它又给你加进去了啊 所以当你删掉之后 你以后不通信了 你再去查 杠A查 你就能查过来了 的确是没有了 咱现在看不出来这个效果 点2 点2的话 应该是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地址 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啊 点2到底是哪 是指哪一个设备 这就真不好说了 我看一下 查看一下 查看一下 if config 杠A表全部 没有没有点2 这个点2 也不知道是哪哪一个 另外一个网卡 不是点2 这个不是点2 你看了个确认的 48.1 48.1 这个点2看能不能删掉 不是这个没了 又出来了啊 不知道它连的是哪哪 哪一个东西啊 这个是对应的 IP地址 这个是对应的 Mac地址啊 一个是查看 一个是删除 那么ARP这个命令呢 在Windows之下呢 它同样也有 同样也有 你看 这里面就多了啊 往上翻 这里面就多了啊 它每一个都对应的一个地址 81.90 你看这里面列出什么呀 列出的就是我们整个教室 所有同学电脑的Mac地址 这个是路由器码 后面的话 你看点6 点21 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验证一下 看是不是你的Mac地址 Windows的这个就更加强大了 它能够列出 每一块网卡的所有连接的 这个对能列表 这一块命令的话 其实主要呢 是想大家理解这个 什么是ARP协议 ARP协议呢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主要就是根据这个 IP地址啊 来获取Mac地址的这么一个协议啊 这个图呢 还是比较形象的 先挨个挨个发 然后呢 找到对的人 对的人呢 做一个返回 做个响应 最后呢 再把这个数据包给它 翻过去 其实和寄快递也是一样的 寄快递呢 要想寄给对方个快递 你现在打电话 确认一下 对方的地址是多少 那有了地址 是不是才能发快递啊 一样的道理啊 三个很正常 你看我的Windows还这么多呢 它连接了几个主机 它就有几个IP 连接了几个主机 就有几个IP啊 该命令 该命令 在Windows下 同样的啊 使用 同样使用 刚才呢 是第四个命令 那这一块的话 主要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把这句话 给它配合这个图 能看明白就行了 然后这两个命令 比较简单 一个是 一个查看 一个是撑除 最后一个命令呢 这个命令的话 咱做一个了解就OK了啊 了解 叫TCP dump TCP dump呢 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用来抓包的 直接是用来抓包的啊 抓包这个作用 抓包就是抓取数据包啊 抓取数据包 主要是抓取数据包的 那常用的语法呢 给大家列了三个 它的语法远远不止三个 太多了 太多了 咱不好记啊 咱记就记着三个 这三个也够咱用了 第一个呢 叫TCP dump 协议 协议藏进的两个 UDP TCP Pot 端口号 加端口号 然后呢 第二个呢 除了指定端口号之外 我们还可以指定 host 指定主机地址 啊 然后呢 还有个TCP dump i 我可以呢 直接来监听整个网卡的 这个包都可以啊 都行 就看用哪一个啊 那这块的话 我们举个例子啊 例如 我们查看我们 呃 22 端口的 啊 数据包 查看22端口的数据包 22什么端口啊 对 SSH端口号的数据包 行 那么回到这边来 那么查看的话 就是TCP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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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Po RT 22 你会发现 它根本停不下来 多了个 多了一个什么 Po 啊 接下来就是 不停了 停不下来了 为什么停不下来呢 因为我们当前用的 这个远程终端 是不是去走的 22端口呀 它要和 里面的这个服务器 进行连接的话 它是不是要发送数据包呀 那这个数据包 它一直在发 所以一直停不下来 只要你不结束 它一直这样子 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数据包了啊 停掉啊 就不让它继续发了 就不让它继续发了 那么这里边呢 它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呃 我们可以选择性的 去认识一下 后面这个就不用去认识了 后面这个呢 是发送的一些数据信息 比如说这个温啊 窗口大小啊 Lens啊 长度啊 这个不用在意 我们主要看的呢 是看前面这一块 看这块 看这块 那么看这块呢 前面这个的话 是表示我们发送的这个时间 发送这个时间 十分秒 也就是这个数据包的一个 接填时间 十分秒 IP表示使用的是 IP协议 IP表示使用的是 IP协议 然后后面这个 这个是IP地址嘛 对吧 很容易看明白 IP地址 然后这个是不是也是IP地址啊 嗯 行 查看22段口的数据包 结束的时候呢 按空中加C啊 它没有那个Q键 第一个啊 第一段 这一段呢 是十分秒 什么00啊 冒号啊 09啊 17啊 然后逗号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呢 是监听数据的 数据的十分秒 十分秒 这个秒呢 它已经是精确很精确了啊 后面好几位呢 然后IP表示的是使用的协议类型 那么这个地方是IP协议 然后192.168.21.1 然后后面这个什么什么 RM.PS这个 不用管它 那这一块的话 这一块呢 是表示的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包的来源 数据包的来源啊 当然这个说来源 其实也不能完全 不能完全这么说 就是数据包的一个方向吧 一个方向 然后后面还有箭头啊 这个箭头不要忘了 箭头表示的是数据的流向 数据的流向啊 流 流向 然后还有一个192.168.21.136 那这个是数据包的另外一个方向 行 然后呢 再往后就不用看了啊 后面就不用看了 那这里面呢 我们通过这边能看到什么东西呢 这边能看到就是这个数据是从谁发给谁的 21.1发给 21.136 那再看这个呢 是不是136发给21.1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流向 这又是另外一个流向 那中间呢 就是它的一个方向的问题 是谁发给谁的 是谁发给谁的 那这边我们看它是可以是来自 后面是要去的是 到达 这个是数据流的一个方向啊 有点类似于什么 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输出 重定向 就这个意思 从前面把它执行 执行的结果呢 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 就是重定向你的结果啊 啊 就是这么个含义啊 就有了一个方向 叫TCB档这个命令 那这个是监听一个端口 那它也可以去监听这个主机 监听指定主机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后面的话 我们去加一下 比如说加一个 HOST 我只监听192.168 哎 然后呢 21.1的 语法错误 干嘛 语法错吗 host 地址 host TCB档保 Pot host 不对啊 不对 咱去那个手册看一下 看手册叫TCB档保 出来呀 啊 或者看一下它这里面 有没有这个帮助吧 TCP 杠杠 HELP 杠杠 HELP 呃 host host 没有是吧 关键时刻掉链子 嗯 嗯 嗯 百度没问题啊 啊 啊 想办法啊 还给你先 有办法 不行 咱找办法解决嘛 是吧 嗯 还是翻墙好用啊 呃 主机名 主机名 没错啊 啊 扫了一个协议啊 扫了一个协议 哎 扫了一个协议 啊 低费会协议啊 那协议得加上去啊 因为我们刚才指定了端口号 所以呢 跟协议就没关系了 这个时候呢 也加上协议了 那么前面 前面加上个协议 协议是这方加上一个 PCP 扫了一个host啊 host host 啊 加上地方了 当参数选多 写多的时候 就是个坑了 呃 port host port22 host 确定那个语法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tcp dump tcp port 22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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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啊 把那里去了 那这样就行了 直接查主机反而行 但是这样的话也和 其实和刚才上我 其实差不多啊 他也是 不会停的啊 因为请求呢 一直没有断过啊 其实没有断过 然后看到内容呢 其实和刚才也是一样的 前面呢 是十分秒 然后呢 协议 呃 然后在这块的话 就是一个来源 另外一个是到达的地方 中间是一个流向的问题 从哪边呢 往哪边流 在后面的话 那这边呢 是表示连接状态啊 这个先了解一下 表示连接状态 然后再往后 就是发生的 发生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详细信息 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这选项太多了啊 咱不一定说全用到 包括这个面两例以后呢 用不用到 都是一回事 然后还有个呢 是查看网卡的 查看网卡的话 通过i这个选项就行了啊 tcp tcp dump dump i后面加上网卡的名字 叫dth 我们是 我这是零啊 大家可能不一定是零 写这些名字就行了 这也不少啊 这也不少 目前的话 我们只有一个连接嘛 ssh嘛 其他连接就基本上没有啊 基本上没有 这个命令的话就到这儿 以后呢 如果大家想抓包 其实我也不大建议大家用这个命令 因为有更好的东西 呃 演示一下啊 演示一下 他 这个工具 我去刷新一下百度 我这地方没开始啊 没开始 stop stop clean 先听啊 哪一个是开关来的 之前我记得还是中文的 现在全面的英文了 starting stop stop edit new session 开启了新的回话 open session clear save session import 之前上一次怎么还是中文版呢 现在 现在能搞到一个英文版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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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